我弟弟的外父有急性的血癌 我第二、兩、三日後就去探望他 為他祈禱我愛母神 當祈禱的時候 我弟弟說 嘩!看到耶穌! 他說,有蘇有盛! 是耶穌來的? 我說,肯定是 我就跟他說 你有甚麼感覺? 好像牧師一樣教 你要閉上眼的時候有甚麼感受? 好舒服啊! 他很舒服啊! 我說,耶穌不是很真啊? 是啊! 你想信耶穌好不好? 好啊! 我就帶他講一句 我說一句 就帶他去信主 上個星期六 我爸爸突然間 在醫院有陰影 說有陰影 去醫院去看醫生 我爸爸很害怕 我以為甚麼陰影 說到陰影都是那些 我也是一樣 用牧師教他們的方法 為祈禱 我爸爸的個案 有些特別 因為我爸爸是拜偶像 會教人去拜偶像 看風水 看長相 那些人 但我不怕 我心想 耶穌比這些一切都大 可能有時候 你面對這些人的時候 因為我爸爸是醫的 是他的生計 我其實在想 如果我跟他講耶穌 會不會衝擊他的生計 其實是很大的抗爭 但我知道 如果耶穌不去講出來的時候 他這個病未必會醫治 我很堅持 照舊 用神的愛給我 去跟他祈禱 當我祈禱的時候 我爸爸說 哇!很熱喔! 因為他會感覺到 覺得很熱 我爸爸說 是否發燒呢? 我知道一定不是發燒 因為我說發燒 通常發燒 你身會滾 但你感覺會冷 我問他 現在感覺是熱 還是冷 是熱的 我就跟他說 耶穌在醫治 之後我爸爸其實 你見到 他本身一個 是拜偶像 拜起碼二十幾三十年的人 但他 上個禮拜 我跟他聊天 聊了一個小時關於主 之後我爸爸說了一句 我覺得很特別的 他就問我 怎麼像你這樣通道 即是靈界 我覺得神是很厲害的 我相信 聖經講的 質經他是真的 他說 你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得救 我堅持地繼續祈禱 希望下一次 我會做個見證 接著我爸爸的神耶穌 Amen